這個單位是8.5公斤 賣價錢是8.5公斤 親水分 賣15公斤 賣3公斤 二手樓宇的繁鎖 其實我們會跟進的 你作為買家 你要的結果就可以了 繁鎖的東西我們去跟進就可以了 好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帶一些本地客 淡水的本地客 趕快看我們二手樓 這裡的位置是大瓦 然後這裡是清水灣 這個單位是105公斤 賣價錢是185公斤 整個貨型是一個南北美樓的商人海 這個單位就沒有批 如果是外面的觀眾 香港的觀眾就可以按揭購買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公園上城 如果是獨個學校是大瓦灣那邊的飾演一小 這個雙圈以後就會玩幾個雙圈 這個是燦邦新天地雙圈 還有一個是文達廣場雙圈 還有一個是我們四山雙圈 這個燦邦新天地就屬於大瓦灣的雙圈 我們看看這座樓 剛才剛進到這裡 就是在那邊的客廳 105公斤 可以做到三床兩廳是貴的 這裡是廚房 廚房連接主義道有一個小的陽台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的景觀 這個位置屬於交通比較便利 我們可以看到那裡 現在首主在那裡 就是比翠山的別墅區 右邊這裡 這塊就是我們的食法員工宿舍 即是員工宿舍 海衛花園 這裏就是一些世丹麥居多 但是你走過這邊 我們這個清水灣 親水灣這裏 就是綠花園比較靚仔一點 比較靚仔一點 三房兩廳兩位 這裏的雙圈就屬於 左手邊一個就是這個燦邦新天地 就是很方便的 即是隔起就是三大雙圈中間 讀書小朋友也不太方便 右手邊就是洗手間 我們的公共洗手間 左手邊就是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因為房間 可能每一個洗澡的面積都比較成功一點 這個飄窗都比較大 可以看回我們這個 都是男朋友的 如果是我們這個實用這個房間 都一定有十一二個方向 這個就是為何修宣房間 這個就是第一部門的 這裏都可以製成一間房間 稍後我們也會看一間 有大裝修的 你那個人就比較有 製造一些方案 裝修一些方向 這個是一個四個房間 四個房間就可以了 再進來看看主人房間 主格局就是拍攝和兩間房間 潮藍的 窗對院的飄窗 我感覺比其他房間就比較大 最重要的話 它這裏就是我們一個 這個大架灣板板 沉當新墊底 上去年 這間旅路 還有購物在各方面 各方面 總間的 購物在各方面 便宜了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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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再給我們這間 我們現在 我們要給大家看大裝修 點個房間 這個樓層的樓 我們現在看的樓層 是在十一樓 南北地立 我們再看那個 高樓層小小大裝修 二十四樓 好 各位觀眾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就是二十四樓 這個樓層的樓層 是 西方 南北東 九十四樓 九十三萬 順利 南北 這個樓層大樓 來看樓 自己的本地 這間就比較實惠 九十五樓 九十五樓 九十三萬 九十五樓 九十三萬 不錯 三樓 三樓是壞的 三樓是壞的 那我這裏 總共是二十四樓 那我們這個就是 就是它頂樓是會便宜的 就是價錢的 我們回到這裏 更加高這個高層 就看回景觀的 那主要是 你享受回這裏的雙圈 因為周圍的 你可以對比一下周圍這裏的 一手價錢 好像隔離這個 九與虎 它是適合降價的 那之前就去到兩萬多 那現在就去到一萬六千多 那因為我們這邊 就一手和二手都有做的 那你又想繼續 享受回這個雙圈 那如果價錢太高 你可以考慮回附近的二手 那我們繼續看回我們這個 這個就是大瓦灣大道 下面是大愛城 下面是龍海二路 那這個就是龍海二路 雖然是九十五號 但是陽海幾闊 那今天就有少少鱗魚 但是光線是OK的 對面大愛城 現在賣的貨 截圓都要去到 萬三萬四 萬三萬四 就正對面的 有些人毛皮 有些人帶裝修 那這些二手 你都不敢給你做國人 那你的價錢十分很多 是 那左手邊這裏 是一個房間仔 是一個房間 你就自己起床就OK 這裏封了窗 因為現在這個小房 是一個半贈送的面積 即是計一半的面積 有一半是不入房單證的 那這裏是公共衛生間 主人房呢 你便會給香港那一段 很高的 我小一點的 但是這些房子就會大一點 那他同樣都是潮南的 那這裏是衛生間 那這裏是主人房的標準 那這裏是一個小房間 第三間房 那這個單位呢 如果你是比三成手褲 或者是低手褲都OK 那兩成我們都可以操作一下 那每個觀眾的話 你只要低管來買 都買一口了 那兩成手褲 我們都需要20萬 基本上是全部可以落到地 搞入店 那這個就是親隨吧 那九十五博 九十三 那你又可以操作一下 那整體褲型呢 就是兩單小屋的 那我可以提起 那這條 我們這條走廊呢 都是屬於自己的家用的 那再出來這裏呢 因為它有些是水二手樓 也都是屬於住了的 那些住戶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看 人家是已經屬於 入住了的 所以的話呢 就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喜歡這些人 現在總價會低一點 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現在 大家在看這兩個單位 一個是95磅 一個是105磅 價錢都比較優位 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再看一間 這裏是 細單 四棟的二單園 503 那這個單位 就九十三方 那這裏是五樓來的 所以呢 你就對比一下 光線一下 左手邊是 垂廣 那這裏呢 就是客廳 左手邊客廳 右手邊這裏就是客廳 那這個潮廳呢 就是潮南 陽台就是潮北向的 可以出來看看陽台這邊 阿成哥現在這個 石八這邊是嗎 這裏對面是 圍灣 圍灣中心 圍灣小區 圍灣小區 現在賣多少次 一磅啊 那些積大概 因為那些積比較小 那市價呢 在這個九千多 接近一萬元左右 對面那些 就是九千多到一萬左右 但是這個入住率很高 因為那些四戶型 對嗎 是是是 那我們這裏呢 就看著這個呢 親水灣呢 那就 也都是 那個價錢呢 也都是差不多一萬元左右 是 沒錯 剛好我們看那個呢 就二十四樓啦 二十四樓就是 九十五元 九十三萬 那我看這個單位 同樣是無批的 交三方 九十八萬的 這個單位 交三方 九十八萬 一天三方兩天兩位 就 就是主要呢 這裏呢 都是 差不多一樣 大家可以看看 這裏是四房間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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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四房間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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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裏二單元下來 我們就看回這個小區的花園 還有入住率有多高 成哥 其實這裏的入住率 我們要是每看一棟 人都會踩一批下來 入住率OK的 這個相片都可以 是啊 因為畢竟這裏就在旁邊貼著這個燦邦新天地 我們現在看了幾套的二手樓宇 總結給觀眾 其實在這個大陸或者是這個惠州這一部分 買些二手樓宇的話 最重點是交易比較複雜 我們會把買家或者買家的資金交易的安全 畢竟在這裏試過很多個案 因為樓不是查封了 或者是證件那裏有問題 因為二手樓就存在這個風險 一手樓可能就會乾淨企理一點 就是單手發證商碰不碰水而已 沒錯沒錯 那你二手的話其實就 就是你看看買家個人喜歡 因為他們覺得這裏就是成熟的社區 那如果我們也可以看看附近的一手 你好像我們現在我們剛剛看買家 就去了看南站新城 對不對 南站新城它那裏現在都在搞一些速銷 就是一萬二千多一方 然後大賣裝修 好一點的流程去到一萬三萬四 如果我們跟我們頻道購買 還可以額外送一個車位 沒錯沒錯 對比看買家 他是喜歡買回來即入住那種成熟配套 還是還是說你買回來偶爾度假 是想聽一些南站新城那些千億之城的故事 對比看你是投資 還是想投資哪一部分 我們都會詳盡地跟你分享 那這種就是我們現在看二手樓 即買就可以即裝收即入住 一手如果是南站新城 就遲一點收樓 對嗎 對 就是二手樓宇交易 就繁瑣之餘 那個貸款那一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辦法去搞的 但是我想說一下 就是二手樓宇的繁瑣 其實我們會去跟進的 那你就作為買家 你要那個結果就可以了 那繁瑣的東西我們去跟回就可以了 體驗到我們的價值 對 因為我們在惠州都做這麼久了 其實的話 無論是一首二首劇 我們都應該是都比較 對 那這個 這個親水灣呢 這個就 隔離 隔離就是產邦新天地 應該很多觀眾都知道 就是一個 比較有名的商場 對 然後比較大 我們的片也都出過這樣的 對 如果觀眾喜歡不同的社區 一手二手 其實我們在這個 大亞灣 包括這個 維陽 我們都很多 這個課源 如果要再進一步了解 其他社區的二手 可以隨時 聯繫我們 對 或者想放盤的 我們都可以盡 最大能力幫你去跟進 是嗎 那我們這條片就分享到這裡 好嗎 程哥 好 OK 我們拜拜 拜拜